基督徒好像牛排一樣 基督徒好像牛排一樣 幾塊錢都可以吃牛排 幾塊錢都可以吃牛排 幾十塊錢也會吃牛排 幾十塊錢又可以吃牛排 有些牛排是一兩百塊錢 有些牛排是一兩百塊錢 同樣是牛 同樣是牛 但它身上出來的肉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它身上出來的肉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 所以有些基督徒 滿街都是基督徒 滿街都是基督徒 他們怎麼樣呢 就是沒有生命的基督徒 但他們是沒有生命的基督徒 不愛神的基督徒 他是不愛神的基督徒 好像鹽失去了它的味道 好像鹽失去了他們的味道 有些基督徒不明白道理 有些基督徒不明白道理 因為他們也不清新 因為他們也不清新 所以也沒有看見上帝 所以他們沒有見到上帝 有些基督徒不願意付上代價 有些基督徒不願意付上代價 不肯背十字架 不肯背十字架 非常的大肉體 非常的大肉體 有些基督徒思緒化 有些基督徒世俗化 好像世界上的人沒有分別 好像世界上的人沒有分別 有些基督徒很熱心 有些基督徒很熱心 但是裡面不清楚神的旨意 都是神所討厭的基督徒 都是神所討厭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除非我們不做基督徒 除非我們不做基督徒 讓我們一同同心地去愛神 用我們一同同心地去愛神 用我們一生短短的時間 用我們一生短短的時間 好好地追求無從偉大的上帝 讓祂的靈充滿在我們生活裡面的每一分鐘 用祂的靈在我們生命裡面充滿 讓祂的能力與全能將顯在我們身上 讓祂的能力和全能彰顯在我們身上 一個不愛神的基督徒 一個不愛神的基督徒 一個沒有生命見證的基督徒 一個沒有生命見證的基督徒 就好像幾塊錢的牛排 就好像幾塊錢的牛排 我們不要做幾塊錢的牛排 我們不要做幾塊錢的牛排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因為這個時代是太美的時代 因為這個時代是太美麗的時代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你談到一段經文 今天我和你講一段經文 按照這段經文來說 我們就在神的喜年的開始 按照這段經文來說 我們就是在神的欺年的開始 這個時段 對於不屬神 不愛神的人來說 很可怕的 這個時代 對於不愛神的人來說 很可怕 但是對於愛神的人來說 對於愛神的人來說 太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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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給我們的慈愛 是無限量的慈愛 神給我們的慈愛 是無限量的慈愛 我每一天活在祂的神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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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天所醫治的人 我每一天所醫治的人 我每一天身體上的變化 我們每一天身體上的變化 有時候你會看見頭髮白 有時候你會看到白頭髮 跟神說 跟神說 主要我的頭髮白了 主要我的頭髮白了 神說 你呼吸 我就將你的頭髮在黑 神說 你呼吸 我就將你的頭髮變化黑 有時候你發高燒 有時候你發高燒 神說 你呼吸吧 我就立刻醫治你 神說 你呼吸吧 我立刻醫治你 我們身體上多少的疾病 就是怎樣 立刻立刻的得醫治 我們身體上有這麼多不同的疾病 都是立刻得醫治 來到我們教會尋求醫治的人 來到我們教會尋求醫治的人 沒有一個是失望地離開 沒有一個是失望 沒有得到醫治 從一百天到現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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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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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ake this for granted 不要 不要什麼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是什麼 也不是這樣便宜 不要把這些事情 不以為然 不要以為將這些事不以為然 我們要數算神的人子 我們要數算神的人子 我們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裡面 要用感恩跟前進的心 不斷地衝上去 我們要在這個時代 用感恩前進的心 不斷地衝上去 這個是什麼時代 這是什麼時代 就在使徒席傳 武唇鞋降臨的時候 在使徒行轉武唇鞋來臨的時候 彼得就講到這個月耳術 彼得講到若義書 夜和華的日子 夜和華的日子 我們從一百天開始就講這個 夜和華的日子 我們從一百天開始講到現在 就是夜和華的日子 現在看看從一百天到現在 我們跑到什麼地步 現在看看一百天到現在 我們跑到什麼地步 使徒席傳第二章十八節 在哪時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交灌我的仆人和私女 他們就要說語言 使徒行轉第二章十八節 在哪時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腰貫在我的仆人和屎女 他們就要說語言 所以在一百天的裡面 我們經歷到一件事情 在一百天裡面 我們經歷到一些事情 請有人把這個暖氣關掉 可不可以 可以把暖氣關掉 就是我們教會裡面 很多弟兄姐妹 都開始經歷神職歧視 被神的靈所教官 就是我們教會裡面 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開始經歷到神職歧視 被神所擾貫 十九節 在天上我要顯出歧視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職 第十九節 在天上我要顯出歧視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職 所以從一百天到現在 這個神職歧視是不可以計算的 所以由一百天到現在 這些神職歧視是計算不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因為發生了每一天 在不同人的身上 我們現在都沒有計算這些神職 因為由一百天到現在 有很多事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我們都沒有辦法計算得到 所以我們已經跑到十九節 已經在我們當中 所以十九節已經在我們當中 其實下節句還在我們當中 下面一句也都在我們當中 有血有火有煙霧 有血有火有煙霧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以為 有些人以為 雪火煙霧都不炒東西 一定是災難 有些人說 血有火有煙霧都不是好東西 一定是災難 甚至不是說有流血 聖經不是說要流血 流血就一定是 Violence 流血就一定是暴力 有血 有血 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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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火災 不是有火災 有火 有煙是什麼煙呢 有煙是什麼煙呢 煙是什麼煙呢 煮飯都有煙 煮飯都有煙的 火燒森林也有煙 火燒樹林也有煙 火燒樹林也有煙 所以這個煙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煙是什麼 今天弟兄姐妹 我們一同來談這個 血火跟煙霧 今天我們講一講 血火和煙霧 讓你們不會活在一個時代裡面 卻不知所蹤 讓你們不要活在這個時代裡 但是不知所蹤 第一 我們要知道神這個死年的時代 是一個restoration period 一個什麼 一個回歸一個恢復的時刻 神的死年就是要把所有神所失去的 恢復到祂榮耀的狀態 神要在這個時代裡 恢復到祂榮耀的狀態 所以為什麼我們身體不會老 所以為什麼我們身體不老呢 並且會越來越健康 並且越來越健康 你不會見到一磅的肉多了 肥高 為什麼 因為神要把我們的身體狀態 都恢復到亞當夏娃沒有犯罪的時候 因為神要把我們的身體恢復到 亞當夏娃未犯罪之前的狀態 所以聖經裡面的麥基使得 所以聖經裡面的麥基使得 這個時代你們會再看見 這個時代你會再見到 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一種restoration 一個恢復的大的一個大前提就是restoration 這個大前提就是恢復 所以在神的四年開始 所以在神的欺年開始 祂用祂的靈印教灌我們 祂用祂的靈印教灌我們 神即其事環擾著我們 神即其事環擾著我們 然後突然間 有血 有血 這個血講到什麼 這個血講到什麼 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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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先被潔淨 你怎麼恢復呢 你怎樣不被恢復呢 先把罪除去 先把罪除去 血的能力再彰顯 血的能力再彰顯 這個是我們回轉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回轉的時候 如果你不回轉 如果你不回轉 這個血會把你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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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回轉 如果你回轉 這個血叫我們脫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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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開始的時候 阿妃靈 在我們當中 初初妃姊妹 她有些罪的捆綁 她有些罪的捆綁 但現在血已經潔淨 但現在血已經潔淨了 但是潔淨之後 但是潔淨之後 有火 有火 火還是一種的捆綁 火還是一種 其實火就更厲害 火有一點好像是實價的功課 火有點像是十字架的功課 我們就感覺到 我們感覺到 Too tough 這條路太難行 火就覺得這條路很難行 有沒有人在火裡面會覺得很舒服 有沒有人覺得在火裡面很舒服 我想有沒有人會這樣 我想沒有人會這樣 人性是不喜歡實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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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擁抱實價 享受實價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擁抱實價 享受實價的話 已經進入神性 已經進入神性的境界 就好像Priscilla一樣 好像Priscilla一樣 我相信 只有她才可以擁抱一下她的痛苦 我想只有她才可以擁抱痛苦 但是火是一種試煉 但是火是一種試煉 熬煉 熬煉 把你融化 將你融化 火是一種實價的災難 火是一種十字架的災難 不是隨便的災難 不是隨便的災難 它不是要打死你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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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要捏你成為精金 它要捏你成為精金 但是如果你是草木何界的基督徒呢 如果你是草木何界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幾塊錢的牛排呢 如果你是幾分雞的牛排呢 這個火一燒 這個火一燒 你就沒有了 你就沒有了 所以 現在靈都在火裏面 所以非子妹就在火裏面 這個火的時間很快會完 這個火很快就會完 其實現在你不是在火裏面 其實你現在不是在火裏面 你是在第三步 你在第三步 焰霧 是由煙霧 煙霧是最後一種的pursing 一種的熬煉 煙霧是最後一種熬煉 其實不是熬煉 其實不是熬煉 是一種的恢復 是一種恢復 是一種恢復 因為它是一種的transformation 一種的改變 因為它是一種改變 你覺不覺得自己每天在改變 你覺不覺得你每一天都在改變 因為我是你的watcher 所以我知道 我是你的watcher 但是你的進步不是很快的 是慢慢的 但是你的進步是慢慢的 我就常常在靈裡面對 我就說 非patient patient 我在你的靈裡面 就跟你講 要有耐性 有耐性 因為你不是很patient的人 因為你不是很有耐性的人 每一件事情都希望 每一件事情都希望到哪邊 你每一件事情都想快點完成 patient 有耐性 是火燒之後 是火燒之後 有些東西已經轉型 變成空氣 有些東西已經變成空氣 神已經打碎了你本體裡面有些很環梗的地方 神已經將你本身頑固的地方變成英國 就好像我們以前說的 屬靈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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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ormlessness 進度靈的狀態 是進度靈的狀態 是進度靈的狀態 快快地悔改 有誰在火裡面 誰在火裡面 快快地改變 有誰在煙霧裡面 你就知道 你越來越被神改變 你越來越被神改變 我每天早上 起床的時候 我在床上思想 我真的不認識這個曾子余 我真的不認識這個曾子余 因為這個曾子余跟昨天晚上 昨天的曾子余不一樣 因為這個曾子余跟昨天晚上的曾子余不一樣 它的能力是豐滿的 它的能力是豐滿的 它的知識長高了 它的知識長高了 因為在晚上神跟我講很多話 因為晚上的時候神跟我講很多話 在夢裡面你都可以被聖靈充滿 在夢裡面你都可以被聖靈充滿 每天晚上我睡的時候 每一晚我睡覺的時候 我也不太認識這個曾子余 因為在一天裡面 因為一天裡面 它已經改變了很多 它已經改變了很多 以前我很喜歡的東西 以前我很喜歡的東西 可能早上很喜歡的 晚上已經不再喜歡 可能早上很喜歡的 但是晚上已經不太喜歡 有些東西以前很怕的 有些東西我以前很怕的 早上很怕 晚上已經不怕了 早上很怕 但是晚上已經不怕了 為什麼 爭子余在厭惡裡面 因為爭子余在煙霧裡面 慢慢地改變 慢慢地改變 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也是一樣 這個是神偉大的喜年 這個是神偉大的欺年 在開頭的轉折性 在開始的轉折性 轉折性 讓我們能夠有這個膽量 來放下一切跟隨它 叫我們有膽量去放下一切跟隨它 如果一個人沒有經歷過神職 如果沒有經歷過神職的話 你怎麼能夠有能力為它放下一切 你怎麼有能力為它放下一切呢 你以為以利亞那麼大膽 你以為以利亞那麼大膽 沒有經歷過上帝 沒有經歷過上帝 她就膽敢套戰這個把力所有的先知 她就挑戰這個所有先知嗎 你看看賭命 像誰有火降下來 賭命 因為你打樹要死的 弟兄姐妹 所以神用神職歧視圍繞著我 神用神職歧視圍繞著我們 我常常都有這個禱告 我常常都有這個禱告 主啊我現在為你賭命 主啊我現在為你賭命 我的信心可能有一點軟弱 我的信心可能有一些軟弱 求你用神職歧視來 叫我知道你的實在 求你用神職歧視令我知道你的存在 你們都可以這樣去禱告 你們都可以這樣去禱告 但是如果你這樣去禱告 你要小心 但如果你這樣去禱告的話 你要小心 基本上要祈求神職歧視 你其實是承諾神 如果祂給你看神職 如果祂給你看神職 如果祂給神職你看 你就為祂死 你就要為祂死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每天都在改變 太榮耀了 太榮耀了 下面出現什麼 下面之後出現什麼 日頭要變為黑暗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雪 月亮要變為血 結果還有沒有開始 這裏都沒開始 沒開始 沒開始 很快會開始 很快會開始 我相信在幾個月裡面會開始 我相信在幾個月裡面會開始 你知道什麼是日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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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說造了兩個大光 神說造了兩個大光 日頭是管理白皺 日頭是管理白皺 它就代表政府管理著光明的世界 它就代表著管理著光明的世界 月亮是管理黑暗的 月亮是管理黑暗的 月亮代表屬靈的境界 月亮代表屬靈的境界 太陽代表政權 太陽代表政權 在白天裡面的政權 在白天裡面的政權 在黑暗裡面屬靈的屬靈境界 在暗裡面的屬靈境界 在暗裡面的屬靈境界 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所以你看見世界上面 誰是做王呢 就是總統 所以你見到世界上面 誰是做王呢 就是總統 他為什麼要做王呢 因為他是管理的 他為什麼要做王呢 因為他負責管理的 他就好像是日頭 他就好像是日頭 所以我們看見那個提示錄裡面 所講的那個婦人身配日頭 所以你看見喀斯陸裡面 說婦人身配日頭 就是這個教會會帶著政治王權的權柄 就是講到這個教會會有政治王權的決定 腳踏月亮 腳踏月亮 不是說他是牆鵝 牆鵝 站在月亮上面 不是 他是牆鵝 飛上月亮 踩著月亮 那是什麼 而是怎麼樣 他踏著 他控制 Dominating 整個的屬靈境界 他代表著他管理著整個屬靈境界 最近呢 你知道川普上台嗎 最近你知道特朗普上台 有很多人都攻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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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是邪惡的 世界是邪惡的 世界是邪惡的 所以有一個屬神所興起來的人 當然世界會攻擊他 神所興起來的人 當然世界會攻擊他 所以昨天 就是所有的那個 前天是嗎 前天 是怎麼樣 所以星期五的邪惡 全美國的牧師都 起來去奏了川普 這一點更證明 川普是屬神的人 這一點更加證明 特朗普是屬神的人 如果特朗普是屬神的人 如果特朗普不是屬神的人 哪有那麼多的牧師要奏著他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牧師要奏著他 是嗎 是不是 如果你是屬魔鬼的 如果你是屬魔鬼的 所有牧師都愛你 所有牧師都愛你 如果你是假先知 如果你是假先知 所有人都愛你 所有人都愛你 所有人都稱讚你 所有人都稱讚你 主耶穌說 主耶穌說 你們要小心 你們要小心 因為真正先知所謂的 先知神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一個易流的易流的 易著這個橋流的聲音 所以如果一個先知是會有易流的聲音 是嗎 是不是 為什麼先知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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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亞出現的時候 伊利亞出現的時候 那個時代亂得不得了 那時候亂得不得了 所以伊利亞出來說 所以伊利亞出來說 讓我們比一比 讓我們比一比 用生命作賭注 讓生命作賭注 看看誰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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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個就是先知 這個就是先知 所以先知呢 是在一個時代的衝擊裡面出來的 所以會有很多人會攻擊他 所以會有很多人攻擊他 整個黑暗的世界都會攻擊他 整個黑暗的世界都會攻擊他 但是如果假先知不一樣 假先知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講一些預言 應驗了 行一點神職 行一點神職 很好 人就拜你 人就拜你 所以主要小心 所以主要說要小心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先知 如果他是真的先知 如果他是真的先知 是逆著潮流 逆著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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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你是逆著潮流講話 你覺不覺得你是逆著潮流 這個感謝主 這個感謝主 你有福了 你有福了 所以川普出來也是逆著潮流 所以川普出來也是逆著潮流 他有福了 他有福了 所以我們有些人在為著川普的禱告 是很盡心的禱告 所以有些人為著川普的禱告 很貼心的禱告 所以我最近也要 我也告訴他 我也願意為川普禱告 所以我告訴他 我也要為川普禱告 所以我就常常要讀這些關於川普的文章 所以我就不停讀關於川普的文章 他是全世界歷史 人類歷史裏面 最多媒體 最多新聞的一個人 他是全世界歷史裏面最多新聞的人 所以你要跟他的新聞 你就讀不完 所以你跟他的新聞 你讀不完 每一天都有幾十篇文章要讀 每天都有很多要讀 因為這個統計 就是世界上、歷史上 最多新聞參與的人 是兩百四十幾萬 最多人 最多得到新聞關注的兩百四十幾萬 兩百四十幾萬就是錢 用錢來計算這個 activity of media 就是那個新聞的那個動作 這個兩百四十幾萬就是用錢來去計算 這個新聞的動作 所有最多新聞的人都要用兩百幾十萬的錢來運作他的新聞 所以我得到這麼多新聞的都有兩百幾十萬 唯有Trump 唯有Trump 是八百多萬 八百幾萬 所以你知道他多少新聞 你會見到他有多少新聞 所以這個Trump現在是站在全面的位置 所以這個Trump現在站在全面的位置 有很多人攻擊他 很多人去攻擊他 很多人去攻擊他 這些巫師 也要攻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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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住他 咒了他 但弟兄姐妹 神說Trump就是以撒亞書裡面 四十五章的《古獵王》 他就是以撒亞書四十五章裡面的《古獵王》 《古獵王》 《古獵王》 你們回去慢慢讀 你們回去慢慢讀 今天我們不是來談的 Trump 我今天不是要講他 我是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還過幾個月 過多幾個月 啟示錄的男孩子會生起來 啟示錄裡面的男孩子會生起來 他是用天災來治國的 伊朗他們一直談原子彈的核武器 伊朗他們說到他們的核武器 然後奧巴馬就贊成 然後Trump的政策要推翻 然後奧巴馬就贊成 現在Trump要推翻 然後伊朗就說 如果你這樣做 可能會是世界大戰的 伊朗就說如果你這樣做 可能會是世界大戰的 這些動作是什麼 政治的動作 是政治的動作 是太陽的動作 是太陽的動作 幾個月之後 幾個月之後 太陽會變黑的 太陽會變黑的 因為神 因為神 會透過先知發預言的 不是預言的 Proclamation 宣告的能力 要講先知宣告的能力 所以有一個媒體 所以有一個媒體 就會把伊朗的人造衛星打下來 你沒有這個人造衛星 你沒有這個人造衛星 你又怎麼發動你的原子彈 那你怎樣發動你的原子彈 或者下子彈 或者核彈 因為天災 會破壞你的技術 這個世界現在是在一個 技術的 非常科技的 現在這個世界非常之高科技 如果有人把你的科技打敗 現在你都沒有什麼用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用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用 很多軍隊都沒有用 很多軍隊都沒有用 這個幕後的時代 這個幕後的時代 是神用他男孩子的鐵杖 是神用他男孩子的鐵杖 管 這是什麼 俠管萬國的 核管萬國 神會用天災 神會用天災 我就告訴 淵正十妹妹 我就告訴這個姐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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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之後 幾個月之後 神會植著他男孩子的權柄 神會植著他男孩子的權柄 來治國平天下 來治國平天下 用天災來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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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月亮會變紅 月亮會變紅 像雪 好像血一樣 月亮就是屬靈的境界 月亮就是屬靈的境界 屬靈的境界也會大戰 屬靈的境界也會大戰 但是我們已經預備好 我們已經預備好 保學的能力 補血的能力 要完全的管轄整個的屬靈境界 要完全的管轄這個屬靈境界 嗯 你知道打仗 不是你說有十個人就很好 不是說打仗有十個人就很好 你有一個人如果是高手 可能比這個十個人更好 如果你有一個人是高手 可能比十個人更好 我今天帶來了一個電影 一部電影 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夠看 叫做師父 我今天帶了一套電影來 我希望大英節目可以看得到 他是講到夜問的那個師父 他是講到熱問的師父 不是很大聲 但是哪一部電影呢 但是這部電影呢 他裡面的刀劃是絕倫的 他裡面的刀劃是絕倫的 所以我沒有看過那麼厲害 我沒見過那麼厲害 真的是把中國的武功達到最高峰 就是把中國的武功達到最高峰 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的功夫 比夜問的功夫更厲害 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的功夫 比夜問的更厲害 但是事情是怎樣 但是去想想 一個高手 一個高手 他出現 他的出現 全圈人都敵不過他 全部人都敵不過他 所以一個人起來 所以一個人起來 一個人起來 就可以貼管 十六個貼管 十六個貼管 就可以踢十六監管 踢十六監管 並且是一同的鐵 一起踢 十六個收府跟他一個人打 十六個師父跟他一個人打 一起打 一起打 不是獨過來 不是一個一個 所以這個也是歷史性的 所以這個也是歷史性的 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真的知道神的心 我真的知道神的心 神在這個末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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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代表他自己的能力、權兵和榮耀 來代表他自己的能力、權兵和榮耀 弟兄姐妹 我按著父的慈悲來勸勉 我們一同走吧 我們一起走吧 現在能力、權兵已經在我們的身上 因為現在能力、權兵已經在我們身上 再過幾個月 這個男孩子會起來 這個男孩子會起來 他是用天災 他有權力叫天必曬不下雨 他有權力叫天閉塞不下雨 也有權力叫水便為血 也有權力叫水便為血 以色列人怎麼能夠出埃及呢 以色列人為什麼可以出埃及呢 不是摩西有很好的口才 講贏了法老 不是,摩西很有口才講贏法老 是政治上講贏了他 是政治上講贏了他 談判好 談判得好 最後法老說好了,講不過你 最後法老說說不定你 他是用十個天災 他是用十個天災 十個大的神職 十個大的神職 是嗎 是不是 以利亞怎麼能夠證明耶穫是神 以利亞怎麼證明耶穫是神 又叫天必曬不下雨 叫天閉塞不下雨 同樣男孩子都是這樣 同樣男孩子都會是這樣 他出來的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 都是跟你談判政治 不是跟你講政治 他是用禱告的能力 他是用討告的能力 哈利路亞 第一姐妹,我們好好練好我們的眾水一靈 我們好好練好眾水一靈 因為眾水一靈 不是神啊求你 這樣子的禱告 因為眾水一靈 不是神啊求你 這樣的禱告 眾水一靈 是一個先知性的宣言 眾水一靈是一個先知性的宣言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人很喜歡這樣禱告 有很多人很喜歡這樣禱告 我跟神喜願 我跟神許願 很誠心 很誠心 但是這個禱告失去了禱告的味道 但是這個禱告失去了禱告的味道 禱告是什麼 禱告神的旨意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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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才有意思的 禱告才有意思的 不是單單一種 好像小姐 求你給糖我吃 不是 好像瘦子一樣 你給糖我吧 所以我可以說 所以我可以說 一個不明白神心意的人 一個不明白神心意的人 其實不明白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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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不是 禱告就是神的旨意 禱告是神的旨意 誰最懂神的旨意 誰懂神的旨意 先知 先知就是expert 先知就是expert 是嗎 他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從某一個程度來說 所以從某一個程度來說 一個成功的禱告 一個成功的禱告 必定是先知性 必定是先知性 因為他知道神的心 因為他知道神的心 所以他這樣禱告 所以他這樣禱告 如果沒有神的旨意 如果沒有神的旨意 你禱告多久都沒有意思 你禱告多久都沒有意思 就算有一天成就了都沒有意思 所以這個眾所一靈的禱告 所以眾所一靈的禱告 是先知性的 我們首先知道神的旨意 是先知性 我們首先要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來到我們面前求醫治的人 所以來到我們面前求醫治的人 我們裡面先要有這個靈的感動 我們裡面先有靈的感動 然後我們連在一靈的裡面 來宣告神的旨意 並且是連在一靈 並且是連在一靈 是完全符合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裡面所講的 是完全符合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上面所講的 這個一靈不是普通的一靈 這個一靈不是普通的一靈 那是什麼? 而是什麼? 我跟父怎麼合一為一 是我跟父怎麼合一為一 你們也要怎麼合一為一 你們也要怎麼合一為一 是Trinity Oneness Based on Trinity Oneness 這個是一靈 是一靈 一靈的高峰狀態 一靈的高峰狀態 我們手裡面所有的太寶貝了 但是我們手裡面所有的太寶貴了 過兩個禮拜我就去Washington DC 我要把生徒之家全局 好好的宣告給全世界 過兩個禮拜我就會去華盛頓DC那裏 去宣告給這個世界知道我們有的東西 他們會很厲害的把我們派泄下來 整個的大會的情形 會將我們整個大會拍攝下來 然後在所有的WeChat 所有全世界的能夠媒體裡面都會播放 所有全世界的媒體裡面都會播放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因為有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因為耶和華的榮耀已經回歸了 因為耶和華的榮耀已經回歸了 初期教會如何? 初期教會是怎樣? 現在我們更加的榮耀 現在我們更加的榮耀 因為聖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聖經說得很清楚 聖經後來的榮耀 這個聖經後來的榮耀 要大過先前 要大過之前 Hallelujah 舊約的神跡 厚約的神跡 舊約的神跡離不離開 但是還是苟兒才出現一個 但是還是一時才出現一個 新約的神跡 新約的神跡 主耶穌的神跡 主耶穌的神跡 使徒行轉的神跡 It's very condensed 非常密的 密到差不多是每天的 所以是很密的 好像天天都有發生 所以新約比舊約更榮耀 所以新約比舊約更榮耀 現在新的時代開始 現在這個新的時代開始 神的時年 神的悉念 Make no mistake that God would have less glorious manifestation 神絕對不會有不太榮耀的 或者比錢更不榮耀的 相信 神絕對不會比以前更吳榮耀的彰顯 因為他是一個 每做一件事 好物成貴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思 好物成貴 大家有什麼意思 好久成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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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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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神的本事 這是我們的神的本色 祂不會越來越糟糕的 祂不會越來越糟糕的 祂只會越來越榮耀的 祂只會越來越榮耀的 除非祂不彰顯 除非祂不彰顯 如果祂彰顯 神的喜年 是把舊約跟新約裡面所有的能力 將舊約和新約所有的能力 拼在一起彰顯 因為這是神權政治的時候 這是男孩子用鐵杖管轄萬國的時候 這是男孩子用鐵杖管轄萬國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護人 祂神的教會是生佩日圖 因為現在的教會就是生佩日圖 腳踏月亮 腳踏月亮 主要說文士如果教人 都把新的東西 也舊的東西都拿出來教人 主要耶穌說 文士教人 要將新的狗也拿出來教 所以聖徒之家裡面的屬靈功夫 所以聖徒之家裡面的屬靈功夫 有些是古舊的古老的十字架功課 有些是古老的十字架功課 有些是世界還沒有見過的功課 有些是世界上沒有見過的功課 這個新藥裡面的新皮袋 都不夠用 都不夠用 你要戴上一個神禮年的新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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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upernatural vine skin to possess the supernatural powers of God 哈利路亞 弟兄姊妹 現在在火裡面 現在在活裡面 在火裡面 在血裡面 在血裡面 在煙霧裡面 在煙霧裡面 讓我們忍受 讓我們領受 讓我們有信心的忍耐 讓我們有信心的忍耐 因為時候要到 因為時候要到了 還有十分鐘我很快講完 還有十分鐘我很快講完 這個《啟示錄》第六章 啟示錄第六章 第九節的時候 他講到打開第五任 他講到打開第五任 就是做祭壇底下 做見證人的靈魂 就是在祭壇底下 作見證人 然後他們說 等到幾時呢 就是他講到什麼時候呢 然後我們知道最後就是 等著一同做仆人和他們的弟兄 也向他們被殺 滿足了數目 就是我們知道 等著一同做仆人的國 他弟兄也向他們被殺 滿足了數目 所以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有很多為神的道做見證 而受傷和死亡的人 人類歷史裡面 有很多為了等候神而死亡的人 這個時代不會完結的 這個時代不會完結的 這個是第五任 這個第五任 你知道什麼時候完結嗎 知道什麼時候完結嗎 知道什麼時候完結嗎 最後兩個見證人 最後兩個見證人 他們一死 他們兩個一死 就滿足了數目 就滿足了數目 這個你們聽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講過 這個你們聽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講過 你知道兩個見證人是什麼 你知道兩個見證人是什麼 好 他們一死 只要第十二節 就打開第六任了 就打開第六任 我要看見地大震動 我又看見地大震動 你知道兩個見證人 在《起司律》十一章裡面 死的時候 符合什麼樣 你知道兩個見證人 在《起司律》院面 復活的時候是怎樣 地大震動 城都倒塌了 城都倒塌了 列國的城都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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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個見證人死後 一復活三天半復活的時候 地大震動 所以兩個見證人在三天半復活的時候 地大震動 所以《起司律》第六章後面 這個仆人等著最後兩個見證人一同被殺之後 所以《起司律》等到這兩個見證人一同被殺之後 滿足了數目 滿足了數目 第三天半 第三天半 就打開第六任 就打開第六任 就看見地大震動 你見到地大震動 你見到這個連接性嗎 我可以講很多神學給你們看 那時候快快很簡單的告訴你們 很快很簡單的告訴你們 跟著什麼 跟著什麼 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雪 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黑像月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第二姐妹 大英姐妹 我們現在就是在《起司律》第六章十二節的中間 我們現在就在啟示錄第六章十二節的中間 日頭還沒有變黑 日頭未變黑 但是很快會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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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建制人 這兩個建制人 死了三天半會復活 三天半之後會復活 我們現在也會復活 我們現在都快復活 你有沒有看見這個死亡 你沒見到這個死亡 好像在有形裡面 好像在有形裡面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 財經 財經 我們在神裡面的功課 我們在神裡面的功課 好像在死 好像在死 其實不是在死 其實不是在死 是等候著復活 是等候著復活 他復活的時候 他復活的時候 其實就是男孩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男孩子的死 起來 的起來 兩個建制人的死 兩個建制人的死 引進男孩子的起來 引進男孩子的起來 起來之後十三節會怎麼樣 起來之後十三節會怎麼樣 天上的星神墮落於地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 天上的星神墮落於地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有很多的基督徒 有很多的基督徒 會被審判 會被審判 因為這個是野華大於可惟的日子 因為這個是野華大於可惟的日子 大於可惟的日子 大於可惟的日子 然後十四節 天上挪兒好像書卷被捲起來 山林海島都被挪兒離開本會 地上的軍皇成載 將軍父父 壯士和一切圍爐的 資主的都藏在山東河暗石的月裡 像山河暗石說 倒在我們身上吧 把我們藏起來 躲避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 誰能站立得住了 我們不用廣東話講 讀了 後面帶出整個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 其實整段的經文 其實整段的經文 是談到什麼 是講到什麼 所謂的君王 所有的君王 很有錢的人 很有錢的人 現在有權有位的人 現在有權有位的人 在哪一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 都很怕 都很怕 因為在耶和華憤怒的日子 因為在耶和華憤怒的日子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God the days of God's vengeance 誰掌權 誰掌權 耶和華掌權 他的權柄 他的權兵 透過他的教會 透過他的教會 透過他的男孩子 透過他的男孩子 透過他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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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太陽都變黑了 叫太陽都變黑了 月亮都變紅了 月亮都變紅了 月亮都變紅 是我們神恢復的起來 是我們神恢復的起來 引盡榮義 引盡榮義 所以 路加福音 我們知道主耶穌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全到 所以路加福音 我們看到主耶穌第一次出來傳道的時候 他今天教會會堂 第一次 他踏進了教會會堂 有人把以賽亞書的書打給他 有人把以賽亞書給他 他打開就唸 是嗎 我要醫治瞎眼的看見等等等等 我要醫治核眼的 報告神月亮人的洗臉 報告神月亮人的洗臉 然後他就把書卷捲起來 他就把書卷捲起來 交給會堂 交給會堂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今天這一切的話 已經應認在你們當中 今天一切的話 已經應驗在你們當中 簡單 記不記得 但是主耶穌所讀的以賽亞書 但是主耶穌所讀的以賽亞書 他是讀到一節聖經裡面的一半 他讀到聖經裡面一半 我們最後就看以賽亞書61章 我們最後就看以賽亞書第61章 是主耶穌讀的 就是主耶穌讀的 但是他沒有讀完 但是他沒有讀完 我們看看讀完是怎麼樣 我們看看讀完是怎麼樣 弟兄姐妹 大兄姐妹 現在我們就在讀 主耶穌讀完哪一段 下面的開始了 現在我們就在主耶穌讀完的那一段 下面開始 我們就在這個時刻 我們就在這個時刻 我們有時間跟你們談 我沒有時間跟你們談 我讀的時候 你們留心聽 我們讀的時候 你留心聽 那裏所講的東西 那裏所講的東西 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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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心聽 留心聽 這是什麼會發生的事 首先 以采耶穌的六十七章 以采耶穌的六十七章 主耶穌的靈在我的身上 主耶穌的靈在我的身上 因為他用高高我 所以我全信息很好 因為耶穌說用高高我 叫我全好消息給謙卑的人 他一講 就講到第二節 報告耶和華的始年 第二節報告耶和華的禧年 在路加福音 主耶穌就在這裡停了 在路加福音 主耶穌就在這裡停了 現在我用普通話來讀下 現在我用普通話來讀一次 你們留心聽 這是 exactly what will happen 這個是會發生的事 我希望我讀的時候 你們能夠接得過這個靈 我希望我讀的時候 你能夠接得過這個靈 因為下面這些說話 今天很快會應驗在我們當中 今天很快會應驗在我們當中 所以第二節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你不用給我看 我只是讀過 大家叫你先聽 用靈來聽 這個關乎你的 關乎你的明天 關乎你的後天 這個是以色列 這個是我們現在 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等候的日子 你們用靈來聽 留心聽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哀傷的人 你們哀傷的 會得安慰 是華觀與實安被愛的人 代替慰塵 我們會得榮耀的 我們會得榮耀的 我們會被高舉的 我們會被高舉的 喜樂有代替被愛 讚美與代替 悠傷之靈 所以 你都有這個 悠傷之靈 所以非姐妹 你有悠傷的靈 下個禮拜 會繼續談這個心魔 下個禮拜 我會繼續講這個心魔 悠傷之靈 是一種的心魔 悠傷的靈 是一個心魔 是中國人一種 談的苦情 是中國人入面 講的苦情 一種不了解神的旨意 一種不了解神的旨意 這是感恩裏面不能夠盡情的 感恩裏面不能夠盡情的 不能夠盡情的 所慢慢出來的 所慢慢出來的 但是 很快 讚美與代替悠傷之靈 讚美與代替悠傷之靈 使他們稱為公義術 是耶華所在中的 叫他們得榮耀 他們必須要已久的放牆 建立先前棄梁之處 重受歷代方梁之城 那時外邦人逼起來 募放你們的羊群 嗯 外邦人必做你們建重田地的 受你葡萄為完的 你們倒要 親為耶和華的基師 人必親你們為 我們神的仆義 你們必去用列國的財物 因他們的榮耀之夸 劉信聽第七節 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 代替所受的收入 分眾所得的喜樂 必代替所受的領域 在井內必得加倍的產日 永遠之落 必歸於你們 哈利路亞 我告訴你 這段經文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這段經文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很快會臨到我們當中 你們預備好 愛神 跑天路 附帶家 背失之家 在血在火在煙霧裡面 默默地依靠主 絕對不是討人 公義的上帝 會在祂審判的日子 對於不屬祂的人是很可怕的 但耶和華憤怒的大日 但是耶和華憤怒的大日 耶和華報仇的日子 耶和華報仇的日子 煩愛祂的 煩愛祂的 有福了 讓我們在地上禱告 親愛主耶穌 親愛主耶穌 我們不是任何人 我們不是任何人 我們算不了什麼 我們算不了什麼 我們只是曠野裡面 所帶出的一個微小的聲音 我們是曠野裡面帶出的微小聲音 我們是罪人裡面的罪魁 我們是罪人裡面的罪魁 我們是無用的仆人 我們是無用的仆人 我們是灰塵 我們是灰塵 你好像大衛說 我們好像一條蟲一樣 也就好像大衛說 我們好像一條蟲一樣 主耶穌說我們不配你的愛 但這個時代是神榮耀回歸的時代 他的榮耀要回歸到立院的教會 他的榮耀要回歸到內院的教會 在珍愛神的人裡面 真神的教會裡面 彰顯他自己 彰顯他國度威嚴的權柄 彰顯他們國度威嚴的權柄 時候快到了 日頭會變黑 月亮會變紅 月亮會變紅 因為真正掌權的 因為真正掌權的 是你所興起的男孩子 是你所興起的男孩子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們就在這個死地裡面等候你 我們就在這個死地裡面等候你 我們在火裡面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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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血裡面讚美你 我們在血裡面讚美你 我們在燕霧裡面告舉你 願祢的旨意成全 願祢的旨意成全 祷告這封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